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睇我們的新聞聯報的港民時間 香港的問題都是病毒的問題 昨天29宗就回到二字頭了 26宗是本地感染 13宗源頭不明 但源頭不明又多一點 初步確診個案有30宗 今天就是三字頭 值得去說的是石蔭村人石流有6宗的確診和初步確診 傳動大廈09室的居民就會去檢測中心 廣學教授袁國勇巡視了 又是發現廁所的喉頭有問題 有人改裝過 也滲漏了喉頭的問題 新田企街那件事也是有很多人感染 新田企街群組也知道是改裝的喉頭 喉管滲漏了 在廁所上 熱味 滲水 令到病毒蔓延都肯定了 2003年淘大那件事 大家要小心 原來可能 在社區裏面的爆發 或者現在回頭去看那件事 很有可能是 家裏出事 在家裏面 因為之前不同的群組在哪裏 但後來發現原來他們住在同一間大廈 原來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喉管的問題 大家要檢查家裏的喉管 或者廁所去水的位置 除了喉管還要蓋廁所沖廁 嗯 必然 蓋廁所沖廁 還有要關窗 如果長遠來說 香港需要大規模的樓宇翻身 又是那一句 因為現在發現那些都是很舊區的喉管問題 公公屋村也是舊的公公屋村 很少爆新的公公公屋村 很少爆新的公公公屋村 譬如之前爆的都是舊型的公公公村 在未翻身之前 就要自求多福 最少要蓋廁所沖廁 可以的話可以去廁所戴口罩 盡量有什麼事 就趕快找水喉師傅 或者通知房屋廁所去檢查 洗澡很少 可能很少戴口罩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有很多消毒液 消毒噴霧那些 在那裏噴一噴 或者會不會有效 現在消委會有一個測試 15款多用途的殺菌消毒噴霧樣本 噴劑那些 其中有12款表現差過 75%的消毒酒精 或者1比99的漂白水 如果你真的清潔了家 你也不要相信噴霧 都是開啟1比99的消毒漂白水 或者真的用75%的酒精去罵糖 這個感覺好嗎 其實消毒噴霧 我一直都不太相信 不過女人很喜歡用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說 因為你回到那裏 那些衣服 可能會有酒精去罵 當然 所以你就會用消毒噴霧 我也是用滴霧噴霧 你明知道消毒噴霧不是太好 當然 不是太有效 但問題是 因為外出的衣服 外出的衣服 有些衣服 有些頭髮 我回家一定會洗頭 現在回家一定會洗頭 衣服可以洗就洗 但最近的羽絨褲 難道你拿去洗嗎 只有一件而已 對 所以你很難去抹 也不太方便 所以那些衣服 你用來是 希望你是百分之六七十 不是很精確地清潔 如果你去抹 我相信 應該有common sense 也不應該用噴霧去處理 家的地板 場壁 那些清潔 那些你絕對不應該用 噴霧是噴鞋 噴自己的大褲 還有進入屋裡的墊 那些就好些了 其實我經常覺得 有些東西 例如牙刷 大陸以前有的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現在應該有的 但我買不到 什麼呢 就是紫外光 紫外光殺菌 紫外光殺菌 那些拖鞋 那些有紫外光殺菌 應該買到 那些你應該用那些 會比較好些 另外還有一個月 就到農曆新年 是不是一個月 差不多 疫苗接種計劃 工作少了 成員 醫管局的前行政總裁梁柏 然呼籲市民 最好不要去親家家拜年 也盡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繼續嚴守社交距離的 Zoom拜年 那當然是最終問題 拜年也是為了禮事 難道真的想見你嗎 Zoom問我什麼時候結婚 那當然是為了禮事 所以政府呼籲大家不要到親家家拜年 大家聽 有些都避無可避的 好了 花市也搞不成 黃維基的HKTVMall 出來 彈出來 幫那些花籠搞的 網上花市 多懂得做生意 總是第一時間 網上花市我們有講過的 網上花市我們有講過的 那有人做的 我記得你們有講過 你有錢做什麼 我們有講過 那時候政府說什麼 不如搞網上花市 那人家搞書 記得那時候政府資助花籠 政府搞網上花市 人家HKTVMall 搞得比你快 人家的計劃起動 聯絡花籠 政府研究中 這些就是問題 黃維基是聰明的人 也很懂得拿牆頭 政府說搞 我們私人機構的力量比較大 積極性比較多 等你搞 I'm sorry 其實要找一個專人搞 黃維基是一個專人 這些事政府大眼洗二冷 疫情時間 疫情經濟 是要找一個專人去搞疫情經濟 是不是 如果你想不到 疫情時間如何去公布經濟 於是要專人去想 永遠都是那個人 不停去想辦法 要想辦法才可以的 黃維基是專門做這個事 那不一樣 現在HKTVMall搞了政府 那些拍手清晰 你搞了我們不用搞了 你剛才說的 應該是專員去處理疫情經濟 誰適合很好的人選 當然 不是唐英倪 唐英聯絡都可以 其實可以邀請黃維基 再請問黃維基 我想 這樣說不好 黃維基不拘捕也算好運 黃維基中一個人應該拘捕 他中一個人拘捕 你怎麼知道燒不燒到 是啊 所以他中大人那天是可以拘捕的 所以你不可能再找一個待罪之身 隨時坐牢的人 有什麼好的提議 鄭俊偉行不行 Business Mind 行不行 什麼 鄭俊偉那些 疫情經濟專員 有沒有好的提議 你那個叫謝偉俊 謝偉俊 OK 你的字經常調轉了 我真的很難跟 我是很有趣 這個行不行 我不知道 他的經濟還可以的 至少眼科矯視 那些全部都是很好 還有自己的經濟都搞得很好 他自己的經濟都搞得很好 我自己的經濟還沒搞定 他那些離婚 那些全部都打得很好 他可能有機會可以 至少想到自己的經濟 對 有沒有好的人不算 到時候才想不到 又是唐英年 唐英年也有好處 也有好處 他之前雖然沒什麼老大問題 他有關係 至少他一叫到 他只要找了兩個好的人在他身邊 然後他的東西 他找到錢回來 他找到人合作 其中一個是林大輝 還有他有親和力 你剛才的建議 政府考慮一下 找一個疫情經濟專員 專門負責量 看看如何共度 今年這個難關 是好事 政府真的認真一些 經濟我始終覺得 應該先走過政治 搞好民生 大家開心些 怨氣少些 自然反距少些 我想特首應該全力拼經濟 因為香港已經不拼經濟 對 在香港繼續拼政治 應該要全力拼經濟 好 梁柏妍說 當局正在全香港設立 18至20個社區接種中心 由於接種過程比較複雜 可能會聯絡私家醫生 和醫療集團協助 政府到頭來都不會強迫 市民去接種疫苗 也不會給什麼金錢有因 去叫市民打 但是盡力會解釋風險和好處 他認為市民接種之後 日後去旅行也較方便 這個貼地 就是說 你不接種疫苗 到處去都不太方便 第一件事是日本 這是泰國 這是好事 這是夠貼地 所以一定會接種 你是不是想出國 回大陸一定會 但是其他還有很多地方去 回大陸不是一定可以的 起碼接種了 接種了就一定行 不接種就一定行 不接種就到處都不行 你不接種 那個問題是 我想到時候也有幾多人會接種 用我自己做例子 最喜歡講的 如果我真的有機會 可以去日本玩 去泰國玩 小朋友都很想去 我都會接種的 全家都會接種 沒什麼大不了 那 這個有因比金錢好 去旅行也較方便 好一點 另一則新聞 比較juicy 油尖旺區議員陳梓維 近日接了居民投訴 有人這樣說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麼處理好 自己又沒有聯絡電話 他很想搞定這宗投訴 結果他就找了一個 民建聯的葉傲東 即是同一個前區議員 即是被他打敗了 對 那就幫拖 那 那些也不說 但是這個行為本身 現在被民建聯笑到滅亡 對 你又把我選舉擊敗了 你做了我的位 然後有時候你找我幫拖 但是 你好像想炸他 就是 至少 他是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可以做事 我覺得如果他去求你 你抽水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你不可以取笑他 即是你是想他求你 還是想他不求你 你的問題是你是政治先行 還是 堆壞的福祉先行 是 當你說做了一件事 但是那件事你應該是親讚他的 即是大家 合力為居民做了事先 你才是一個公職人員的責任 其他政治的意見 就放在後面 如果我覺得民建聯他這樣用這件事 就是抽少水 就是很難避免的 就是人的性格 人的什麼 但問題是如果他用這件事去做文章 或者去 好像陳克勤笑他 那件事本身是 不是這麼適合的 即是說 我多謝 他多謝大家找 那你就贏了 對嗎 你如果一笑他就很少 大家希望為居民做事 就算他心裡不是這樣說 他心裡會罵你 但是公開這樣說 你不可以公開發言 你背後當然是笑他 或者什麼 但是你不可以公開 譬如陳克勤 好像應該是陳克勤 這裏是說陳克勤 說他 做區議員去玩遊戲 是 那件事就是 他沒有這個能力去做了一件事 至少他 你下屆就不選他 但是至少你這個態度是正確的 我不行 即是說 如果民建聯 我假設 民建聯一件事做不到 為居民辦事辦不到 但是民主黨忽然之間 有一個人做到 那你求不求其他 那就是第一件事 你反過來 至少你別人有一個虛心去做 這件事 這件事 這樣說是不對的 即是你要為市民 做到的事是第一的 做不到 你不可以找仇人去做 都沒有辦法 因為市民先行的 對吧 即是說陳克勤這件事 至少他肯實事求是這樣做 你不要理會這件事又笑 然後死頂你又笑 你不如說他除了自殺之外還有什麼好 你不可以這樣做 即是這件事什麼都不對 這件事不是一個正確的 所以我們都很高度讚為陳子惟這個行為 你不應該笑他 如果他很討厭建制派就更好 卑躬屈室為居民 是啊 所以陳克勤的道錯和民建聯 你應該說我們很歡迎陳子惟這樣做這件事 以後更加多合作 我不說更加多合作 你不明白 對吧 因為 整件事我們應該大家 無論誰做區議員 都是以市民先行 沒錯 即是民建聯的黨格 你明白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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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你出來要教那些人 李瑞琼那些 上一綱上線 你要教你的 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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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 我們是為市民做事 不是為黨 他們說出來都是這樣 他們是為市民民生 對 小談政治多及為生 我們很歡迎陳子惟 雖然我們政見不合 其他人說 但這件事我們是歡迎他的 因為我們希望 首先為市民做實事 你不應該去蔡水 心裏插幾刀 那些就是其他事 但公開來一定要這樣說 大哥 你怎麼做事 好了 本地新聞還有一件事 我想說的 就是 這個網絡移民潮 很豐盛 由Whatsapp 說你要分享數據 到Facebook 看到很多人 就下載一個 Signal的通訊軟件 我自己親身經歷 我自己的電話 每天都下載了Signal 很多人都下載了Signal 因為他下載了 我下載了 他們會彈出來的 那 由Facebook 過渡到VMe 應該是失敗的 那些人就說 我不搞Facebook 搞VMe 因為VMe 始終罪人的情況比較差 但是Whatsapp 過渡到Signal 就很厲害 那些人都是 關乎了私隱 那些人 Whatsapp 這次捉蟲入屁股 那可不可以真的通訊軟件 我最初都極度不看好 第一天沒有人 但是現在三四天 整個電話店 已經有七八十個過了 有一件事 就是 Facebook 你用不用 或者轉不轉VMe 是個人選擇 但是當你Whatsapp過渡到Signal 時 不過你不能不轉 沒錯 那件事是 因為那件事是 interactive的事情 那人用Signal找你 你不是Signal 就抱歉 就打算下載 沒有辦法 Whatsapp是日常生活 不斷發生的事情 Facebook 那些人都不出帖 都是看東西 不關事 好像我這樣 兩回事 看來香港人過渡到Signal 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都是 有隻股票 完全不關事 不關事 名字是一樣的 一來一來一來爆升 六千倍 這件事很好笑 他說了不是 那些人都照樣炒 對 照樣炒 炒上去 因為Tesla 老總第一次說Signal 就馬上炒上去 不是 他最離譜的是 人家說了 denine 對 他都不關事了 那些人都還要再炒 這個世界真的很奇怪 我待會 私後財經都會說這件事 很juicy 私後財經的 阿張大修 他聽到的 他有看亞洲電視 待會會看的 好 講文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Like Share Comment 我們頻道 我看到有些觀眾都留言了 會剪掉我們頻道的連結 放進自己的 WhatsApp 或者Signal 分享給其他人 這個方法是非常之好 如果你覺得亞洲電視好看 或者我們做節目好看 就分享給你多些親朋車友看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其實很多事會發生的 如果他一定要立心 不讓你改一個35加1的方案 當然 你當他留的 你當他 大家都說了 這個問題 永遠是香港政治的問題 香港政治的問題 就是他們 建築於這 這麼多年來 或者一兩年來 所有的民間建築於 共產黨的傻 全天候打 你還打算35加1 別人如果是什麼 他抓你坐牢 他都不會給35加1 就是這件事 大哥 難道你這麼順滕 楊鶴橋走出來 就說什麼 說35個 35個 耳正 然後就癱瘓政府 喂 我真的有 站在那裡 就有你打的 你叫我出矛招 我也是出的 只不過剛剛就是 我抓到這個說法 就可以咀你 如果不是 我任何事都想咀你 政治判斷 絕對影響你一生 旁白文靜 那個大船 開始 一個兩大船 想說 對 美國